这应该是史上最强超三了 就在刚刚 超三悟空单刷邪念波 要知道在剧场版里 邪念波可是物极塔才能解决的存在 解决完邪念波后 悟空就在原地耍帅 不一会 悟犯三人发现了悟空 悟空看见他们 心里忍不住抱怨 你们三个憨憨 来得这么慢 老子腿都快站麻了 悟犯看着装杯的父亲 完全被震住了 这杯装得浑然天成 自己啥时候才能到达这个境界呢 眼见目的到达 悟空恢复常态 悟犯降落在地 一路小跑过去 他激动的恭喜 悟空做到了 他打败了邪念波 悟空也十分高兴 世界终于恢复和平了 只是可惜了邪念波 他是个好对手 如果他不是坏蛋 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训练伙伴 文言 比克无奈一笑 你们塞亚人 真是什么时候都不会改变 悟犯则更加好奇悟空的新变身 他觉得那个太帅了 自己也想学来装备用 悟空认真的解释 悟犯 那个形态 我叫他超级塞亚人3 很容易学的 我来教你 只是需要时间 一听到需要很多时间 悟犯摇了摇头 比起这个 他更像去做研究 悟空反问悟犯是认真的吗 这可是自己研究 好久才领悟的形态 比克不以为然地吐槽悟空 你这个当爹的 真是一点都不了解自己儿子 说完比克认真的看向悟空 你肯定为了获得这种形态 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刻苦训练吧 悟空眼神透着一丝深邃 他表示是也不是 他解释自己很长一段时间 都无法突破超二 直到三年前 他不再做身体训练 而是进行冥想 终于他突破了 说起来 今天还是他第一次 在外界使用超三 掌握得还不熟练 让大家见丑了 比克忍不住呵呵 你就别反尔赛了 排骨饭也忍不住吐槽 臭不要脸 赛亚人一个个都是挂臂 小心早晚给你们都封号了 这时 严罗王的声音在空中响起 他祝贺悟空做到了 并感谢他 帮助地府恢复了和平 随即他严肃起来 悟空 我还需要你帮我个小忙 因为我 正在处理被斜面拨释放的灵魂 可灵魂进化机被摧毁了 所以我们只能使用旧方法 把灵魂暂时封印在地狱中 悟空对此毫无概念 他甚至没听懂严罗王是什么意思 比克直截了当地问严罗王 准备让他们干什么 严罗王表示 他需要一个强大的存在 来镇守地狱 直到进化机被修好 众人文言纷纷找起了借口 排骨饭说 他是西界王的保镖 只是临时戒掉过来 现在要回去了 悟范解释 他刚刚成为北银河科学代表团的成员 不能缺席 比克顺势表示 自己可是孙家保姆 肯定要跟着儿子一块去照顾他 悟空说自己倒是没什么事 自己只是单纯的不喜欢待在地狱 听他们说完 严罗王彻底破防了 老子信了你的邪 你以为我在跟你商量吗 我是在通知你们 不要浪费老子的时间 快点决定 谁来担任这个角色 不然把你们的肉身全部抹除 悟空见状 低声告诉悟范 他们该走了 比克听见了 但为时已晚 父子俩用瞬间一动传送走了 气得比克大骂 孙悟空 你这个卖队友的坑货 老子再也不给你做保姆了 严罗王笑了 比克 看起来你的朋友为你做了选择 不过你可以放心 你是魔族 在地狱里 你会如鱼得水的 比克听完默默地伸出了中指 目送排骨饭离开后 比克问严罗王 为什么他需要一个高手镇守地狱呢 严罗王耐心解释 按照旧制 善良的灵魂会送往天堂 邪恶的灵魂下地狱 可没有了进化机 邪恶灵魂会随着时间 推移恢复身体 比克闻言惊恶不已 此时他才明白 自己身上的担子 有多重要 画面一转 一座小木屋前 悟空带着悟范来到这里 悟空热情地呼喊悟范爷爷 自己带了他孙子来见他 悟范顿时懵了 爸爸叫自己爷爷 还说带了自己孙子 难道眼前的老头 是自己未来孙子 老头微笑着给悟范打招呼 你好 孙悟范 很有趣 我的名字也叫孙悟范 是悟空的养父 他经常提到你 还说 为了纪念我 给你也起名为悟范 至此 悟范终于理清了关系 三人一起在天堂里 度过了温馨幸福的时光 回到现在 悟范跟贝吉塔坐在火堆旁 需要提醒一下 之前地狱的故事 是悟范给贝吉塔 讲述自己的回忆 所以 贝吉塔和悟范这里 才是我们熟悉的地球故事 悟范告诉贝吉塔 自己已经把 关于父亲和超级赛亚人3的事情 事无巨细地都告诉他了 贝吉塔眼中闪过一丝不可思议 完全被震住了 悟范一边吃包子 一边说道 贝吉塔 也许你不会相信 父亲真的强到眉边 光用语言 完全无法形容他的强大 贝吉塔激动地叫喊着 让悟范闭嘴 自己知道 卡卡罗特天下无敌了 不用他过分强调了 平复下心情 贝吉塔指出 布玛正在找他们 因为他准备实行计划 拯救特兰克斯 悟范听后感动不已 连忙问什么时候开始 贝吉塔告诉他六个月以后 之后 贝吉塔认真地感谢悟范 他知道 悟范在自己死后 不但一直照顾特兰克斯 还训练他成为了超级赛亚人 悟范却十分自责 当初是自己太冲动了 以为自己至少能解决一个人造人 结果死得毫无意义 让特兰克斯承担了他这个年纪 不该承担的重担 他不住地自嘲 自己是个傻瓜 这些都不重要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是利用这六个月 恢复他在地狱里的巅峰战力 悟范坚定地表示 他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贝吉塔难得地笑了起来 孙悟范 你给我挺好 我不知道要花费多少年 但我一定会超越你的 说完 他就飞走了 看着他离去的方向 悟范默默地说道 我相信你会做到的 贝吉塔 看着天空 悟范心里默念 特兰克斯 再坚持一下 我们很快就把你带回家 来到贝吉塔这里 他开始梳理悟范 和卡卡罗特的事情 他听得出 悟范对卡卡罗特的称呼 远远超过了一个孩子 对父亲的崇拜 而你 卡卡罗特 虽然你 暂时达到了 我无法企及的地步 但这只是因为 我沉睡了许久 现在我苏醒了 我一定 也会变身超三的 几周后 悟范正在与天津范几人训练 而贝吉塔 则在重力时独自修炼 时间如白居过系 六个月的时间悄然流逝 胶囊公司里 悟范和琪琪开着飞机 缓缓飞来 其他人早就在这等候多时了 悟范下机后 热情地给众人打招呼 琪琪看着西都重建 如此顺利 也十分欣慰 布马打拘悟范 他们两个是最后才到的 看到布马的肚子 悟范惊讶地问布马 他这是 又怀孕了吗 贝吉塔不是一心扑在训练上 怎么会这样 悟范说着 还不住地偷看一旁的雅木茶 布马不悦地 反问悟范什么意思 自己怀孕了 他不来祝贺 还在这里质疑自己的人品 悟范立即道歉 并向贝吉塔和布马表示祝贺 布马大方地接受悟范的祝贺 贝吉塔则在一旁显得有些紧张 看着贝吉塔的穿着和头发 他应该是 接受了悟范的建议 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超赛形态 难怪布拉潜力如此之大 超赛状态下怀上的孩子 就是不一般 一旁的龟仙人 嘴贱地调侃布马 你们这两个小家伙 真是比我老头子瘾还大呢 话音刚落 龟仙人就被布马一个暴力锤倒在地 一旁的悟范弱落地表示 他们还是讨论下今天的重点吧 布马点头同意 随即通过胶囊 展示了第二台时光机 悟范对此感到惊讶 没想到布马竟然能再造一台 布马解释 最麻烦的就是制造燃料 还好现在世界和平了 但电量依旧是个大问题 因为电池只充到了50% 仅仅够一次单程旅行 根据自己的计算 想要回来还需要充电半年 悟范觉得在过去待六个月没什么 反正他们已经等了这么久 布马感激地向悟范道谢 悟范让布马相信自己 自己一定会把特兰克斯 完好无损地带回来 此时琪琪有些生气 他问悟范又要离开自己半年吗 他们母子过了十几年才团聚 要是他这次出了意外 自己要怎么活啊 悟范有些自责 正在他不知所措时 琪琪温柔地让悟范照顾好自己 别忘了 他现在是自己唯一的亲人了 悟范让琪琪放心 自己一定会安全归来的 这时贝吉塔问悟范 他现在的战力 有没有恢复到巅峰水平 悟范自信地表示 最强悟范已经归来 另外 他为贝吉塔感到高兴 因为他感觉到 贝吉塔正在稳步迈向超二 布马讽刺地感谢悟范 因为他的这个建议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 贝吉塔简直不可理喻 一度让布马以为 怀孕的人是他贝吉塔 悟范听后 只能甘大地道歉 贝吉塔有些羞愧地对布马说 既然如此 让我和悟范一起走吧 这样你就能休息一下了 布马大声质问贝吉塔 你想错过第二个孩子的出生吗 我告诉你 除了胶囊公司 你哪里也去不了 贝吉塔愤怒又羞愧地大喊 就算你说的是事实 但不代表 你可以在大家面前说出来 这会让我没有面子的 这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气氛一度凝重起来 天津犯出来打破僵局 他礼貌地说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特兰克斯进行了两次时空旅行 布马说第一次是在爱济764年 他给悟空带心脏病药 并告诉他人造人的事情 第二次是在爱济767年 这次是为了帮助对抗人造人 但那次他再也没回来 天津犯陷入沉思 他没想到 过去时空的局势这么紧张 三年的准备 和三个赛亚人都不够 克林好奇地询问 还有那个沙鲁呢 他怎么样了 布马认真的回答 在那个时候 沙鲁还没有出现 但他依然是个潜在的威胁 所以 悟犯这次回去 必须找到盖洛博士的实验室 并且摧毁他 贝吉塔觉得他们太大惊小怪了 不管是沙鲁还是人造人 就算一起上 也不是现在悟犯的对手 悟犯对此表示赞同 并补充道 找到实验室 要比对付人造人难得多 布马解释道 时间穿梭充满了不确定性 谁也不知道 克兰克斯回到过去 对历史造成了多少改变 因为悟犯可能会到一个 没有笼珠的世界 所以 布马让悟犯记得 自己在胶囊里 为他准备了一艘 带有那每颗星地址的太空船 另外回到过去后 要保持低调 仔细分析局势 只有在必要时才能现身 克兰克斯的事情是个教训 不能对过去造成太多的干扰 悟犯听闻由衷的赞叹布马 就是个天才 交代完一切后 布马为悟犯设置时间 爱记783年 也就是过去时空 人造人出现的16年后 悟犯温柔地跟琪琪告别 贝吉塔提醒悟犯 不要对任何妨碍 他的人手下留情 悟犯微笑着点头 眼中流露出坚定的决心 悟犯在大家的注视下 登上时光机 开始他的旅程 大家不舍得跟他挥手告别 那么悟犯在过去的时间线 会遇到什么事情呢 是遇到魔人不殴 还是新的敌人呢 让我们继续期待漫画作者的更新吧 记得订阅壮壮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